哈喽大家好,我是潘大叔,欢迎来个板几大观察来观察版遗尸哥哥的幸运儿,国父第一幸运儿啊 看他现在是不是去开一本书 开了个魔术棒,这魔术棒肯定不是他自己想开的啊 那要开也不可能开魔术棒,要么开个球,开个枪,开个娃 这个魔术棒应该是老天爷赐给他的,恩赐给他的礼物 说不定后面会有奇效 这套阵容的话,鱼女打其实不是特别好打啊 因为他上来这个,哎,不找到先知了,这边看见足迹了,刚刚这边看见足迹了 先知这边的,蹲,窝了一个缺,下板,找到先知还行 他如果上来真的是抓什么人的话,其实对于那个球者来讲还蛮好打的 那什么人拖一拖外面先知信悦儿加鸡血石,这修的不要太快 如果信悦儿再翻出半个娃好了,在外面一个人倒地,外面五个人在修 只能赢一手救不下来,救下来就是一个私人开门战的感觉 怎么说,这边再要去骗掉一个铲吗 还是说回来求稳抓先知 抓先知,先知这个位置其实也没那么好抓 这边一窗一板,这个点位要封,封住以后先知可以拉回去 那先知这边是想天边讨死角了 他应该是不想倒在外面 这样的话可能会给鱼女一个丢叉封机子的机会 也可以啊,这个位置的话呢,相对来讲他的一个牵制空间会小很多 因为鱼女就相对来说他包住以后你可以走的路径就比较单一了嘛 就他这边一包你只能是往那边小房那边走 你不可能有别的路径可以走了 看一下这边有个冲刺,一冲,爆,漂亮 熟练度很高,这鱼女熟练度还是很高的 但整个局我觉得不好打 整个局不太好打 这里是换了一台机子 那两个娃,这边应该是翻了半个娃出来 这边翻了半个娃出来 因为现在的这个观战是看不到他手上面第二个道具的 应该是翻了半个娃出来 那这样的话外面还真的是五个人在修 什么人被通缉到了 这边机械师来就蹲的不错 能救下来吗 没有到二阶的话是比较难的 想要防住还是比较难的 先知 拉走 这边先知看怎么走 冲一下,先知往里面死角躺嘛 对,往死角躺 就往里面走 不要想着再牵制了 鸟迅速来了 可以可以可以 我们看机械师这边的机子能不能亮 这台机子能亮的话 其实很有可能能打着一个四人看不见 我们看外面的机子就知道了 对吧 外面三台机子 只要这边这台机械师的亮了 整个机子差不多就够了 信源这边修完以后去补守木人的 先知下来有一只鸟 私人开门战的可能性非常高 就这把的话就不知道信源待会后面是什么 让那个发挥了 冲刺一波 来找守木人 守木人最好是提前交铲 我觉得 他这铲子不交呢 有可能出现救不下来的情况 对吧 这铲子提前交了 相对来说更好一点 这样没救下来 机械师这边救不了人 我看一下机子安排 现在是信源在压 那只能机械师强行来救一波了 因为二阶羽女的一个防守能力就强很多了 他的一个水器上来一个收差就是50%嘛 收到以后后面稍微压一压就行了 密码机压好了 这边 一刀密码机的人被破点亮 不点亮啊 娃娃去压机娃娃去压机 娃娃去压机这边救了守木人还得再来救那个机械师 这边信源74%的水器 还是个薄命机械 还是个薄命信源 有一根魔术棒 看这波防守看这波防守 因为还是有可能会出现救不下来的一个情况的 包 包 能包到吗 收 漂亮 震射 密码机点亮 捞下来 雨女 这防守是真的厉害啊 这个雨女这两波防守打得真漂亮 她还有机会能赢呢 呃娃娃这边 开始点门 人的话还在跑 哦 信源这个位置你说真要跑得到 不好说 雨女这边先 呃直接直接 直接走了吗 直接传送 有耳鸣 她先回去看防守 耳鸣消了 那人的位置能不能排到 有两个冲刺 有两个冲刺 排耳鸣 冲 好有耳鸣了 守木人交铲子 机械是挖帮帮扛 有一根魔术棒 可惜翻了板子以后交不了道具 那应该是一个多抓局 守木人这边把他赶走就行 守木人这边把他赶走就行 这守木人得走了 不走的话有可能走不了了 因为他交铲的时间已经有点久了 哎 先走吧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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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把雨女打得真漂亮 两波防守直接翻盘 感谢观看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